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是现代化 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增城 展示了自信自强的国家形象 中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 发展成果对世界经济贡献最大 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人民极难筹判不断解决 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神州十三号 十四号 十五号圆满接力 中国人遨游参穹的梦想飞速实现 京京济 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调发展 向高水平迈进 为建设现代化强国注入强劲动能 北京成功举办冬奥会 冬藏奥会 打造冰雪盛宴 管具八方来客 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 进博会 福茂会等 合作盛会见次开幕 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合作邀约 转化为互利共赢的公共产品 这一年纯齿相依 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与祖国同平共振 当泛起辱华 乌华 舆论时 有礼 有利 有节的欲以驳斥 捍卫 民族尊严 但出现分裂中国图谋时 第一时间抵制发生 维护祖国核心利益 但中国发展遭遇困难时 踊跃征担连结内外双循环的先行者 发挥新发展格局中的节点作用 但中外交往面临瓶颈时 四决单单增进共识的沟通使者 帮助扩展国际朋友圈 每逢佳节背诗亲 此刻我们更加感念你们对祖国的深情厚意 钦佩你们为祖国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此我向不畏艰难 孜孜努力 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表示 由衷的敬意 这一年初心迷奸 中国志工党始终在智力卫攻精神指引下 联系交往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与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分享中共二十大的召开盛宽 交流北京冬奥的精彩瞬间 共享祖国七十三周年华旦的自豪喜悦 共庆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 一同见证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高光时刻 向海外寄送中华民族用品 组织走进桥乡重温桥新考察 在线了解侨胞需求 助力侨胞事业发展 与细微处暖桥新传递家人的温度 举办隐奉工程海归论坛海创论坛 让海外人才尽快找到实现价值和报效国家的发力通道 参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组织海外侨胞 跨国公司高管赴新疆考察 了解真实的新疆发展 以亲身经历和现实案例 讲好中国故事 与香港桥界 工山界 科技界人士深入交流 邀请港澳青年参与 粤港澳青年公益型 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举办海峡论坛志工肯唐会 中华文化研修 增进台湾民众对同根同脉的体悟 及两岸民众心灵的契合 朋友们 不久前 中国志工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一次重要交接 志工党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将肩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使命任务 高昂智力卫攻 跟党走 侨海报国 建新功的掌心姿态和奋斗精神 为巩固加强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 汇聚磅礴之力 风雷驱大地 四处有倾盆 百年变局下 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注定是充满惊心动魄 汪延曲折的艰难历程 但中华儿女从不为难 始至不渝 投身复兴夕愿 奋进路上 中国志工党将牢记智力卫攻初心 彰显侨海报国特色 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 锤炼为侨服务 建言献策的参政党职能 竭力将中国志工党 驻成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更加信任 更有归属感的温馨之家 新春来临 忠心祝愿伟大祖国 繁荣昌盛 祝愿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幸福安堪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